菩萨修行境界 步步向上提升 向上提升的 道理 无非就是放下 分别执着往下 就放下这些 这叫真意修行 我们每天在佛门里 做的一些功夫 诵经也好 拜参也好 持咒也好 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如果还有分别执着 你所修的 统统是六道里面的 善业 感得人天佛报 你出不了六道 为什么 因为你有执着 这就是过去祖师大德 常常看一眼学人 你会吗 我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分别执着 没有放下 就是不会 怎么修都出不了 六道轮回 分别执着 正放下了 就会了 超越了 就出去了 所以祖师问的 这个意思 会不会 就是你会不会放下 学的再多的理论 实际上没放下 心里头 还是斤斤计较 那怎么行呢 斤斤计较 这山沃道去了 这山沃道去了 那么好 就从主要看